- 各位,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实在是有很多的现实。 我们在这个疫情里,我们最近一直在为Anna姐妹, 这个老人家为她的医治,我们来祷告。 感谢主看到他有一些的转变 那我盼望 接着今天的我们能够探讨一下 关于耶稣基督的医治事工 那我们更加得到确据 我们如何为医治的事情来祷告 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事工 跟我们所能做的这个事情 各位 上帝的确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的运作在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没有这么容易能够看到他 上帝的那个作为 这个世界是将大体上来看 能够带给众人有益处 然后牺牲比较小群的 对不对 当然我们每次说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但是从这个社会来看的时候 从大体上来看 这个是世界的做法 但是圣经的原理不是这样的 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行出事工 医治事工呢 是因为他要彰显到上帝的爱 他是好慕人 他珍惜最小的 最微小的那一位 他不只是关心大群 他是关心最小的 99只羊迷失 一只羊迷失了 他就放下 这个好慕人就是去找医治的 那在现实生活里面 耶稣基督在2000年以前呢 他受到了很多的误解 甚至毁谤 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做这个医治 他是真的一个好慕者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身为信徒 我想到我自己 传道想到牧养的时候呢 其实最高的 最高等的 最崇高的 这个生命的价值 其实在于能够看到一个最小的 你能够牧养他 为他祷告 叫他得恩典 能够看见上帝 那么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 在福音4章23节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讲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各位 在这个经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的施工 有三重 有三个施工 第一是教训的 教训是跟先知的 讲道的有关系 然后传道的 这是讲到他的君王的职份 还有一致 一致是讲到他的爱心 他祭司长的 各位 只有在新的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 那个是弥赛亚时代 只有基督可以做的 各位 我们讲到三个施工的时候 讲到教导 教训跟传道 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怎样掌握 我们要讲效法 这个是很容易了解的 也不难了解 但是我们要怎样了解 耶稣基督的一致事工 怎样掌握 导致我们能够效法 耶稣基督 多少呢 多少呢 所以 我们首先呢 从哪一个地方开始来明白 首先我们看 神在创造里的善 这是我们进到大纲里面看 可能我们先确认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里面 首先第一个就是 祂的善 所以我们再读多一个经文 马太福音十章八节 一致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捷径 把鬼赶出去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去 所以其实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 神的国原来是 上帝创造的时候是 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病毒 病毒病害死亡在里面的 所以耶稣基督 来医治 叫人死人复活等等的这些的时候 各种病症的时候 也叫门徒也照样医治 你们白白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去 所以 当我们 如果身体健康 没有事的时候 也不要想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是因为 有上帝 在这个世界里面 祂创造的时候 都是原来是好的 上帝是善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明白 要感恩 然后 我们好的话 我们也施审 我们看那个大纲 首先呢 疾病不在神为原来的世界的意向里 也不会在祂终极的目标里 这里呢 我们可以读几个经文 罗马书5章12节 这就如罪从一个人 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各位 如果上帝 创造了这个世界 是这么的美好 为什么会有疾病呢 为什么会有死亡呢 总而来自来说呢 是因为 有罪 我们当然不能够说 一个人的病 就是一定是因为他犯罪 但是呢 原理上来说 全世界会有病 会有死亡 是因为罪临到了这个世界 所以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东西来看 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 上帝创立世界的时候 对不对 创立世界的时候是美好的 不应该有病毒的 也不应该有疾病死亡的 然后到最终呢 最终怎样呢 也不会有 上帝要恢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看多一个经文 《奇事录》21章3到4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神的藏目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祂要做祂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擦干祂一切眼泪的是谁呢 擦干我们一切眼泪的是谁呢 神自己本身 神要擦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各位 有两个地方 对不对 两个 一个开始 一个结束 对不对 创造世界的开始 原来上帝创造的时候是好的 到结束呢 上帝要恢复 因为中间 最领导的这个世界 对不对 所以 最来到世界 疾病来到这个世界 死亡来到这个世界 带来不只是这个问题 带来很多的疼痛 很多的悲哀 很多的泪水 对吗 但是上帝在原来的世界要恢复 甚至要更好的 在新天新地的时候 要恢复一切 上帝自己要擦干 所以在这个两个里面呢 其实 我们要能够理解到 上帝 本身 祂的怜悯 祂的怜悯 所以我们在 为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得到一个确据 我们要感受到 上帝的怜悯 来祷告 虽然 他不是 上帝不是 带来 这个疼痛的 不是积极带来 这个疼痛的 但是他呢 不开心 有这个疾病 疼痛 苦难 临到这个世界 他自己本身要擦干 人的泪水 所以他是 我们要知道 神是积极的 要医治的 那位医治者 那这个两个里面 过程当中 这个叫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做 恩典时代 基督来过后 就叫恩典时代 恩典时代的意思 也可以说是 我们从那时候开始 从耶稣来过后呢 我们信耶稣得永生 有恩典随着我们 对不对 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 有这个东西 那这个恩典的时代 也告诉我们 这个恩典的时代 是信徒 要有耐心 要坚忍下去 所以 启示录21章5节 那里怎样说呢 众宝座的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要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 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所以 在这个漫长的 可能那个过程很漫长 在病人 处在病的状态里面 可能很漫长 可能医治的那个过程 可能有一个时间过程 但是我们要有确据 我们要耐心 我们要坚忍下去 因为 神是信实的 神是有恩典的 我们相信神的创造里面 都有祂的美善 但是我们也要相信上帝本身 祂是可信的 祂是真实的 祂是全善全爱的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要这个来开始 但是呢 那我们对这个医治的态度 要怎样 那 各位 既然这个疾病和死亡是外来 外来 侵犯 侵入到神美好的这个世界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很实际的 有医生有护士 他们与这个病情争战 是对的 是配合上帝的创造 上帝的新的 那各位 我们 原来我们的身体 人的身体 上帝为什么造我们的身体呢 我们有肉身 当然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常常多讲的是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心 对不对 因为上帝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祂是带来一个 不只是 就是 心里面 我们得赦免 看到上帝 然后得平安喜乐 更重要的 为什么要 恢复这个身体呢 各位 这个身体原来 在神的意念里面 是为了要荣耀上帝 我们的身体 如果健康的话 是荣耀上帝的 对不对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个身体呢 如果健康的话 有精神 有体力的话 其实可以做很多 服侍上帝的事 能够造就人群 社会的事 所以呢 如果在我们的身上 有任何的累 不健康 然后累 然后 常常 没有力量 或者是说 我们的生活有点乱 莫不关心 随意 随即一行 这种东西 或者是 有 犯罪的 邪恶的 不干净的 不圣洁的 这些原来在神的世界 神原来的意念里面 是不应该有的 罪 疾病 还有刚才我提出来的 其实是上帝的仇敌 也是我们的仇敌 是人类的仇敌 所以呢 我这样说 那各位 这个死亡 和这个病 有没有可能 上帝使用 来审判 有没有可能 那如果上帝 创造这个世界 是美好的 为什么祂要 祂就用这个东西 来审判呢 的确 我们了解这个东西一下 以西节诸14章21节 我们再看多一个经文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将这四样大灾 就是刀剑 饥荒 也受 瘟疫 降在耶路撒冷 将人与生殊 从其中减除 岂不更重吗 所以上帝审判的时候 当中里面 第四个 瘟疫 也是上帝的一个审判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呢 祂不是直接做 但是间接做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 比 这个疫情 比这个病 瘟疫 疾病更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来源 就是罪本身 这个就是在人的心灵里面 这个造成了一切的问题 身心灵 身体 生活 人际关系 夫关系 儿子 儿女 关系 经济 甚至我们的服事里面 造成一大堆的问题 的那个起源 原来是罪 原来是罪 所以如果 上帝只有单单一致 好像包裹 有一个外面很美 有一个外面很美 但是里面没有解决的话 没有全面性的解决的话 这个是不圣洁的 这个也不会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来称赞 赞美上帝 对不对 上帝是伟大 也是圣洁的 所以祂一定要全面性的解决 但是 各位 我们在旧约的时候 也在耶稣基督 祂来到这个世上 祂本身是神的儿子 祂本身是神 我们在旧约以色列的时候 在出埃及 在旧约 以色列民在走旷野的时候 各位有一个图像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那时候 神的子民 的确 有悖逆的地方 直接悖逆上帝 埋怨 对不对 耶稣基督的时代 神的子民 都已经有点 误解了上帝 原来在圣经里面 所说的话 对不对 把律法 将律法 当作 原来神的善 但是 将这个律法 压迫人 对不对 这种时代 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 摩西 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呢 他是怎样呢 摩西那时候呢 也因为上帝看到 神的百姓 所以耶稣基督时代也是一样 因为 神的子民不认识神的话 所以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病 麻风病 对不对 很多人被鬼扶 这个东西 那 有神的审判领导 神的子民 所以在旧月里面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但是 摩西怎样祷告 耶稣基督怎样做 他们来的时候呢 摩西来到神的面前 主啊 这个是祢的百姓 如果是祢的百姓 列邦万国看到 会如何 所以 祂成为了带导者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祂不只是 因为祂自己也是神 对不对 所以祂是知道这个审判是应得的 应该的 但是祂怎样做呢 祂来到世上 道成肉身 为了什么呢 为了体会 然后呢 教导 传道 在问题中间 教导人 发出怜悯 医治人 那就也很奇怪 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原来是以色列民的错 原来是神的子民的错 应该有审判的 但是呢 当摩西带导的时候 求恩的时候 求神怜悯的时候 下一个经文我们看 上帝非常喜悦摩西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图像 其实在旧约里面 神的心本身是怎样的 祂原来是一个大牧者 耶稣基督 祂开始祂在众人面前的施工的时候 祂去了彼得的家 使徒彼得的家 祂的岳母也在 发高烧 耶稣基督先医治祂 然后呢 才做起施工 有这个图像 对不对 有这个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到医治的时候 有时候在实际的事情里面 我们有时候有点难拿捏 到底一个人是很刚硬 很悲逆 很刚硬 然后不相信上帝 是因为什么理由 是因为有什么理由 有时候你医治祂了 祂事情看开了 好起来了 心烦的软 向上帝反映 有明白了上帝 还是一个人呢 祂是已经愿意认罪了 所以求神医治给他 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其实有时候我们很难拿捏 到这个东西 耶稣基督是大牧者 有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拿捏得到 我们也不知道 一个人他有多信少信 有不信多少 当然我们等一下会看 耶稣基督本身他知道 但是每一个病情 我们祷告 求神医治 都是一个好机会 来叫人能够来到神面前 叫神的爱能够显明在他的身上 叫他能够靠近上帝 所以我们当然是跟医生护士站在一起的 因为旧生命是可以的 对吗 所以我们讲到在最近的疫情里面 我们当然接受一切的诊断 医疗 手术 因为这些可能在这个世上是需要医治的 那个过疗 那个治疗的 那 当然我们最近在这个疫情里面 卫生部也发出来说 我们要怎样的消化消毒 对不对 戴口罩这些 各位 这些东西 可能我们不需要故意的做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做的时候不是因为怕 是因为 在社会里面的一个责任 对不对 为了全社会 全人群当中 这个病情不会再感染 这个的意思 所以呢 如果我们当中 有一点不舒服的 其实当然要戴 当然应该好好的 要戴一下口罩 对不对 或者你觉得这些有点软弱的 戴一下 因为大体上来看 这个是怎样的感染 这些东西 但是不是因为怕来做 对不对 是因为医治来做 是因为要抵挡这个 这个外在 外入 侵入 到这个神的美善的国度里面的 这个事情 所以呢 各位我们 为什么能够支持 这个医生护士呢 因为 原来一切的医治还是属于神的医治 属神的医治 或者说是 Divine healing 其实呢 各位想 神其实把非凡的一些医疗过程的那些技术 就放在人的身体里面 比如说呢 各位 我们如果一受感染的时候 如果我们身体上有任务的感染 第一个出现是什么 发烧 对不对 为什么会发烧啊 各位想 医学上来说呢 是因为 身体里面马上出现 抗体 antibodies 要跟这个病情争战 所以发烧 各位 会了解这个 所以就算是你吃多少Panadol也没有用 因为原来那个感染 是要争战的 对不对 如果那个地方没有解决的话 所以一直会发烧 这个东西 所以 这个发烧其实是好的 原来是好的 这个是上帝创造里面做的 所以 这个是讲到什么呢 这个是讲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 这个免疫是很奇妙的 就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的 一个创造的事情 马上出现那个抗体 那个抗体呢 多小啊 比这个virus 这个还要小 比nanotubes还要小 这个抗体出现 所以 连这个 我们如果要讲这个病毒的话 要怎样 怎样 就反击有这个 这个真的治疗 他们说要有疫苗 疫苗是vaccine 对不对 这个疫苗是什么东西来的 原来是病毒的 这个东西本身 免去它的害处 免去它的杀害力 对不对 的一个微型 然后这个 原微的这个生物 然后用这个 制成的那个 制作法 把这个疫苗做出来 所以人 放在人的里面的时候 这个免疫 能够感觉到 然后能够伸出抗体 所以一切的这个疫情 有害处的 也能够伸出那个免疫 抵抗 对不对 这个哪里来的 原来医学也是靠 这个上帝的医治 这是上帝的医治 所以 这里我也说一下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最来到的这个世界 只有等到新天新地 对不对 只有等到新天新地 这个一切的病 死亡 疼痛才会解决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有病 有死亡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除掉 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健康一点 对不对 我们吃得好 要健康 要睡觉 睡得好 对不对 如果家里面你是头 家里面的人 会比较没有力量 要去运动 家里带头的人要死亡 家里的人要去运动 对不对 用什么方法 不是用逼的 用圈 各种各样的 方法 对不对 所以健康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免疫 如果你是家长的话 你不可以 没有办法 不可以随便容易生病 因为你有孩子 对不对 如果 你是要去宣教的话 宣教的地方 不可以生病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你要服事 人要是人要讲道 如果你是在领袖层的 你要带领 你不只是要保守身体的健康 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 你的思维 也要健康 不在罪里面 对不对 你身心灵 要能够谨慎 要精神 对不对 这个东西 所以免疫系统呢 其实 圣经里面说 如果你的心是好的话 凡事都会好 对不对 一切的果效由心发出 对吗 所以 为什么耶稣基督也不只是医治 也教导 也传道 传道教导 凡事上教导 所以 有一个法国的医生 他原来是信主的 他是信主的 他说 我胃伤口包扎 但是上帝医治这个伤口 原来医治的是这位神 所以 我们不完全的依靠医生护士 但是我们依靠的是神 因为最终医治的是这位神 我们也不能够说 只要有健康的身体就好了 你也不知道你身体健康 但是哪一个地方出现破口 对不对 我的父亲以前就是很健康 但是大肠里面就出现 比较薄了一点 出现一个小洞 就差一点伤命 进了加护病房 所以那时候我就明白 健康非常重要 但是原来有很多我们未知的地方 我们还是要靠神 还是要靠上帝 我们祷告是因为有未知数 医生护士 他们也要知道 什么时候 在哪一个地方 用多少的药 太多不可以 太少不可以 他们需要智慧 对不对 如果你要动手 是什么的话 要怎样开 什么过程 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那个整个的workflow 对不对 那个flow 那个流程要怎样 然后医药要怎么样做 然后能够帮助抗体 这些东西是上帝背后在做的事情 所以既然所有的医治都是属神的 是来自上帝的 所以我们支持他们 然后也更加明白 原来我们能够靠神是因为 我们支持医生护士 也不是因为我们妥协了 我们相信上帝是唯一的医治者 祂可以直接的 祂也可以间接的 唯一的医治者 不代表说我们就不信医生护士 这个方面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明白的时候 医治的医药 医治这些东西 不用过度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还是属于神 我们找太多 我们思想太多 也不一定能够解决了 解决那个地方 对不对 我们要求一个智慧的 智慧的这个地方 的确是从神而来 创意是 创意什么叫创意 你可以随便的整理一个事情 但是创意 创意是从创造者来的 那个意念怎样来 对不对 但是无论怎样 我们人间里面 无论怎样的rearrange 怎样的重整 只有那个有限 但是所以 耶稣基督本身 祂的医治事工 两方面来看 耶稣基督的医治事工 祂更加显明 医治是从神来的 但是祂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医治跟耶稣基督的医治 是有相差的 有相差的 师福音书 很显然的成名 耶稣基督的医治 是属于一个不同的阶层的医治 我们看那个大纲 那耶稣基督所行的医治是超自然的 这是另外一个阶层 我们都知道 水变成酒 这是从无变有的这个事情 五饼二鱼 能够繁殖到那么多人 四千五千人能够吃饱 这个是从无变有的创造的 这是超过的超越的 耶稣基督也在水上行走 是超越的 我们读一下经文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十九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祂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意志 报告主 报告神 悦纳人的洗年 各位为什么 耶稣基督 祂行这些意志 行这些神迹 原来 这里也有一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祂要证明 为什么超自然呢 因为要证明 祂是弥赛亚 祂是弥赛亚 所以弥赛亚来了 换句话说 弥赛亚的国度来了 所以弥赛亚的时代来了 所以很显明的 这个是医治呢 祂的超自然的医治 是要证明祂是神的儿子 刚才我说嘛 这个创意 无论怎样这个创意呢 如果你有一个电脑 不太可以 就是有问题 我们通常讲说 把它关掉再开始 对不对 第一个 作为每次都是这样 突然间 好了 为什么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松 这些 但是这个不是创造 这个只是 重整 给它再一次 再尝试一下 把一个手表拆掉 放在一个盒子 不管你摇了几千年 几万年 也不会回来 回到一个手表 这样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做的一切是 会越来越乱的 可是耶稣基督的意志 上帝的意志 是越来越好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要灭亡 不要等到新天新地 因为这个世界里面的运作 是会越来越衰退的 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反而做的是 恢复 恢复 他恢复 恢复 恢复神原来的这个意念 但是这个恢复呢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做这个 米赛亚的工作 他原来开始是 为了证明自己是米赛亚 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 他就发现了 他在教导里面 传道里面 他发现人要能够体感到上帝 所以 他医治 人的身心灵要得医治 这个医治呢 不只是在心灵上 也在肉身上 在属灵上 也在属地上的事情上 这个贫穷的人呢 受压迫的人呢 狭眼的人呢 在心灵上也好 在外面也好 都要得到好消息 他们要体感到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他的宝血要行出来的时候 就是宝血流的时候 是有真实的功效的 所以各位 这个地方我请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传道 我们教导 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 但是呢 有一个人 他真的要能够遇见神 对不对 有时候你不管讲多少真理 也不一定有用 但是讲真理教导是很需要的 对不对 但是他要体感到 他用什么东西体感呢 各位想一下 我们是怎样信主的 我们信主的时候 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听来听去 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里面 都有一个神迹般的经历 都有一个神迹般 就是知道不偶然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这个医治 当然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是多讲 不是真的看得见的 比较多讲的这个时代 多讲的是讲到圣灵 对不对 因为耶稣基督在了 所以讲到圣灵 所以人要能够遇见上帝 要能够重生 甚至要能够成圣 要成圣是什么呢 饥渴神的义嘛 他一定要能够体感到 自己是有罪的 所以我昨天呢 就是要 就感觉到 有一个老姐妹来到教会 就是在信山里面 要跟她分享福音 她一直说我没有信 我没有信 当然她老人家是觉得说 信主就是受洗 受洗就是信主 很多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平衡起来来看 原来不是 但是其实她讲的不信 在深一点的问的时候 原来她不知道什么叫做人有罪 对不对 人有罪 人有病 这个事情 需要审 就是说人有病 为什么呢 各位 通常 人一生病的时候 通常 她的良知就开始 就受谴责 是不是有犯罪过 对不对 通常是这样 通常会这样 如果是人的话 我的意思 不是开玩笑的话 如果你是正常在生命里面 无端端有事情发生 为什么这么有一个倒霉 或者是无端端有一个病 就灵到 疾病灵到 其实神也告诉我们 我们一生病的时候要检讨 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发生 其实如果 我也遇到过 有一个人 他就在病床上的时候 大病的时候 没有办法好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 我犯了什么罪 这个罪 那个罪全部讲到完 这样 我没有问 但是就是这样 为什么这样 各位 人要遇见神 要成圣 甚至要得荣耀 对不对 要饥渴神 这个是他一定要先看到 罪 罪 知罪 对不对 知罪 这个要哪里来 所以 我跟大家说 这个 这个罪得一致 病得一致 有时候 我们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传福音 因为人要能够体感到自己的有限 有限里面的罪 对不对 有限不代表有犯罪 但是 有限里面 怎样侵犯了自己原来这个生命 应该好好的过 他自己要能够体感到 他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你怎样说 世人都犯了罪 这个只是一个抽象的道理 他怎样能够一对一的来到神面前 他怎样成圣 成圣医治 对不对 我们讲信徒也是一样 如果你自己没有面对 你自己有罪 你怎样会寻求神的义 要这个义能够临到你的身上 所以各位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做医治事工 其实 这个是一个体感的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真实的一个体感的话 我们 所认识的真理不能够体现 所以各位 我也不是说只有淡淡做这个外面的 医治的 然后求这个医治的 也不是这个 但是我是说 神的真理呢 要能够在一个人 能够确认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次传福音 摩养人的时候 我们要感觉 他有没有感觉到 对不对 我们要能够体会 要有这个敏感 他有没有感觉到 有没有inspire到 对不对 他有没有被这个福音感受到 感受到是哪一个方面的感觉 哇 很好 但是还没有意见 说非他知罪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体感是很重要的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传讲天国的福音 对不对 他传讲 把神的道传讲出来的时候 然后他就到每一个的乡村 城市这些走的时候 加利利走的时候 他看到很多的病情 当然 他是愚痴了 赶鬼了 因为他不可能传讲一个真理 然后看到人有问题 对不对 肉身上有问题 然后没有受到帮助 对不对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 但是他的医治 耶稣基督的医治是超自然 是超自然 但是他将超自然的医治 有一点限制在 为了要展示神的国度 我们再读多一个经文 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 这里会有点难 大家如果这时候能够注意一下 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 这里我们读多一点经文 约翰下奸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传讲 宣传神的福音 说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这是刚才我说的 所以神耶稣基督 他做这个医治的时候 同时叫人经历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平安 上帝的公义 就有上帝的 所以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 平安乃是人心里面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学习到的 耶稣基督那完全的顺服 是何等的平安 各位在耶稣基督来之前 人只有认识神的真理 然后感受到要跟从 然后进到圣殿 要洗净 得到怜悯 但是耶稣基督一来过后 他给另外一个感觉 赦免 还有和平 还有平安 这个东西 我们能够得到赦免 能够得到平安 但是不需要免去 神严厉的律法 各位理解这个吗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神的律法还是一一要成就 但是不需要免去 来得到你跟神之间和平的关系 因为你经历赦免的时候 对不对 你经历赦免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什么叫做更好的平安 什么叫做更美的 这个我讲 是为了要讲等一下的 各位 这个世界上帝创造 不是一个机器人这样创造 上帝的主权 不是像一个机器 机械的这样创造 各位 我们通常讲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 要我们顺服 对不对 上帝说一 我们就做 或者是说上帝要什么 就必定成 但是不是这样的 上帝 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一些有限的地方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一些有限 有一些似乎破口 但是没有罪 他原来创造世界的时候是没有罪的 耶稣基督本身来到世上的时候 也似乎限制了自己 但是没有罪 这是跟天国很有关系的 我们要理解这个东西 这是跟我们的病 有一个微妙的地方 耶稣基督来 要证明 在有一点缺乏有限的世界里面 可以不犯罪 可以得到罪得赦免 并能够得医治 甚至能够荣耀上帝 各位 这个 这个是要顺服 耶稣基督顺服神 不是 祂比较小 这个顺服是 更平安 我讲很多的一些例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是为了什么 我讲这个 大家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感动的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作所为 是为了什么 耶稣说 圣经说 为了应验圣经的话 这个哪里有感动啊 有感动啊 听来听去都没有感动 对不对 跟我有什么关系 Jesus came to fulfill the scriptures 这是什么意思 有感动吗 为什么我问这么多问题 因为比较难有感动 对不对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祂知道 一元祂所写的 在圣经旧约里面所写的是什么 祂一一的顺服 一一的顺服 然后造成那个一元 能够被应验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就是按照圣经 祂顺服到底 各位 这个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在祂的手作所为上 祂来到地上 道成肉身 祂要显明 祂要告诉人 在人有限的这个世界里面 在顺服方面 是更加有智慧 更加有平安 上帝的主权不代表说 不需要一身护士 上帝的主权 就告诉我们 在有限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寻求神 寻求神 我们得着智慧 更加得到智慧 更加懂得精神 更加清洁正直 更加清醒的 怎么样在这个世界活 这个重点 我们看一下 两处经文 比较长一点 马太福音8章16到17节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扶的来到耶稣基督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这里经文是告诉我们一件事 耶稣基督的医治是用他的身体担当的 因为你抱麻风病的人 危险不危险啊 去医治他们 危险不危险啊 其实这里是要意愿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他要怎样的解决我们人类罪的问题呢 你我罪的问题呢 他用整个的身体 破碎来解决 他用流血 所以换句话是Atonement 救赎 他用救赎的那个方法 各位我问大家 天父神 他有没有软弱 没有 对不对 他没有软弱 没有脆弱的地方 但是耶稣基督的人性有没有脆弱的地方 有 对不对 我们再读多一个经文 路加福音8章43到48节 有一个人换了十二年的血肉 在医生手里 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 并没有一个人 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 他来到耶稣背后 偷偷的 摸他的衣赏袖子 血肉立刻就止住了 立刻止住 耶稣说 摸我的是谁 众人都不承认 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 夫子 众人庸庸挤挤挤 紧靠着你 耶稣说 还是 一定要找回 那个原来 就是偷走他力量的 那位好像这样 总有人摸我 因为我觉得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去 总有能力 所以换一句话说 耶稣基督也需要精神 需要能力 因为他在肉身里面 他需要能力来医治的 有能力出去 各位我们在这里说 为什么耶稣基督 他难道不敏感吗 有人就得医治 就偷偷的 要把他暴露出来 那时候就 难道耶稣基督不敏感吗 如果把那个女孩子 就把他暴露出来 当然耶稣基督是知道了 他是王王之王 他是神 他应该知道的 为什么要把他暴露出来 好像更加惧怕 更加羞耻这样 那女人知道 47节 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 就战战兢兢 非常恐惧的 来 伏伏在耶稣脚前 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 立刻得好了 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他没有办法逃避 必定要做见证 很多的媒体都在那里 看要拍 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没有办法逃避 所以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 各位 这个女孩子几时医治 几时真的得医治 她悬然得医治是几时呢 不是当她的血肉停 对不对 当耶稣说 你的信救了你 所以当她 愿意将她脆弱的一个一面 把它公开的时候 各位我们几时不受伤 当你愿意打开的时候 对不对 刚才我也说那个疫苗 我们几时有抵抗力 对不对 当这个疫苗能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有抵抗力 有真理在我们的生命 这个真理是医治的 这个有限 不代表说 有未知数 不代表说就是不好 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靠近神 还是多妥协世界 其实上帝要医治我们的时候 要医治人的时候 是要他经过 经过什么的 对不对 经过什么 所以换句话说 耶稣基督医治 不会也可能不会带走 原来你痛苦的一些回忆 这些痛苦的回忆 不管怎样擦 擦不掉 对不对 你的医治 如果身体上有什么 要缝针 不管怎样 因为不能够算容易了 还是什么 总是会有一个疤痕在那里 耶稣的医治是这样 这个不代表说 所以 如果是上帝的医治 也不代表 然后有一些缺陷 然后没有完全拿走 还是忘不了 对不对 一些痛苦的事情 不代表说上帝没有医治 不代表说上帝没有医治 上帝存留一定有理由 要彰显神的国的本性 本质 所以祂是为了要显明神的国 可以我再说一次 耶稣的医治 祂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吗 完全全恢复到原点 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的回忆都没有 转回时间不是更好 不是这样 上帝这样做 换句话说更好的不是这样 更好的是 你旧约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 不代表说旧的你把它擦掉 除掉 如果你没有旧的 你不会有新的 我们现在有新约旧约 两个都要读的 两个都是神所默示的 我们旧的 我 旧的我 有病情的我 对不对 那个不是不好 神会医治 有见证的 对不对 当我们能够接受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接受的时候 所以 当你愿意面对现实 你不是逃避 你还是接受 你不是唯物 只要这个病情走了就好了 难是你在这个病情里面 你跟人 跟家人的关系 反而更密切 对不对 你不是只有保护自己 你反而成为温柔的人 你不是自我为中心 但是你明白了什么 顺服神 以神为中心的主权 你得到更美更好的一个身体 不是没有病 那也是一个更坚强 懂得怎样征战的一个身体 所以各位 我这里也多讲一个 因为刚才读到一个经文 耶稣怜悯那些有需要的 对不对 但是有需要的 祂怜悯 这个怜悯需不需要力量 如果你要牧养人 你要服侍人 你要医治人 你要为人祷告 需不需要力量 需不需要牺牲 你就关注眼镜 求主医治 好了 自己做这些东西 像祷告吗 对不对 你自己心里面都跟你说 好像不是祷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耶稣基督他行出时空 天天这么忙 这个要医治 那个要传道 那个要教导 尸体下要教导 耶稣基督怎样做 耶稣基督怎样做 如果没有征战 如果没有现在的征战 怎么会有将来国度会来 所以一句话来说 这个征战 这个征战 如果连耶稣基督 他医治的时候都失去能力 何况是我们 耶稣基督怎样安排他的时间 早上上山去祷告 为什么 很累啊 不是 为了安排整个 他知道灵力 智力 体力 全部需要 所以早一点起来 为了得到全面性的体力 不然怎样服侍 不然怎样照顾家庭 不然怎样传道 不然怎样医治 连耶稣基督都这样 我们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他给我们一个榜样 给我们一个榜样 所以 当我们不逃避 我们面对 我们面对 现在呢 虽然将来的国度还没有来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国度 对不对 这个国就在我们的心 这个国呢 我们能够明白 原来我们的整个身体 我们整个的思维 思想 心怀意念 我们要处理 要有智慧的处理 要有真理 需要弟兄姐妹 需要教会 等等 对不对 你知道你有多少 你知道你可以做多少 我知道 我这个长老 我也知道我可以做多少 对不对 如果大家可以看的话 我是很 好像很多东西很不可以 我也有很多东西不能 但是 我一摸几天是可以 对 是可以的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很糟糕 什么都不可以做 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自己很差 到了这个年纪还是这样 到了现在还是这样 多久了还是这样 然后觉得自己不够 很差 要看到别人分享 我都不行 看人会说话 我也不行 等等 我们常常比较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在那里移谋 情绪化 几天 几天过后是可以 几天是可以 但是 不可以长久这样 挺身起来面对 这个东西是不会走的 对不对 你的有限是不会走的 圣经说 你到了什么地步 就按着什么地步行 那医治呢 上帝 耶稣基督的医治呢 医治了 有个伤口 你知道 他不是 我已经说了 神的国度的那种医治是怎样的 虽然他可以做 马上医治这些 但是他马上医治里面呢 也不得不要叫人 做见证 公开 对不对 为了要回到你的心灵深处里面 你OK吗 对不对 你可以接受吗 上帝的审判 上帝的管教 你可以接受吗 是神的爱 可以吗 可以吗 对不对 你可以接受吗 你现在有的那个软弱 是神的条件 为了要使用你 可以吗 你的病情很累 很难 现在医治了 嘿啊 好了 已经过了 没有事了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 你瘦了 哎呀 瘦得不好看 太瘦 全部蛊 以前我就是这样 在病医院的时候 人家要来看我 不喜欢人家来看 因为瘦到没有 不喜欢人来看我 但是呢 我过后也发现 其实他们来也好 面对神 面对人 面对我自己的情况 然后真的得医治 其实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的医治 在神国里面的医治是怎样的医治 我们也多思想一点 祂是另外一个的阶层 祂是超自然的 但是也是彰显神国度的 最后第三点 我们 讲到神的医治里面 我们也要谨慎 当心 神的医治有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 所以 第一个极端就是 我们将神 这个上帝 就是耶稣 耶稣这个上帝 耶稣的将创造者的神 即当作不可能 发生的 这个是荒谬的 这是不对的 It's absurd 因为神本身是无限的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 真的有人也这样认为 耶稣基督 我们看马可福音六章五到六前 我们读一下 耶稣就在那里 不得行什么异能 不过 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 治好他们 祂也差异他们不信 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 不是耶稣基督不能够医治 但是耶稣基督要医治 祂一直看这个信心 对不对 有没有信心 其实有很多地方 这个是福音书里面 有些地方有讲 没有讲人的信心 就医治 但是有些地方有讲 看你的信心有多少 然后你的信心不够 我也医治不了 甚至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样呢 各位 我们耶稣创造者 那说神迹不可能 这个事也不要走到这个极端去 虽然说 我们真正的神迹 是其实现在没有的 我怎么样说呢 撒旦有没有新神迹啊 通常信徒都会这样认为 但是如果严格上来说 神迹是属于神的 神迹是为了不只是医治 大家看 如果有一个人 比如说我 我突然间手长风 然后就医治人 过后我所讲的话 每个人赶快起坐下 好像今天 甚至好像比圣经的话还要高了 一等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会想 这个神迹呢 创造的神迹呢 是为了谁 为了先知 为了耶稣 为了使徒 他们要写圣经 他们传讲神的话 要应验着 有一个特殊的启示 上帝的启示 所以才赐给他们的 所以撒旦可不可以行 所谓这样的一个神迹 不会 因为他是撒谎的 他不会带来这个东西的 所以有这个极端 就是说没有一致 没有一致 这个方面我们要取得平衡 怎样取得平衡呢 其实我们更多有问题的 是什么呢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 我们说 好 我们要 我们的信心 是在哪里 其实在神本身 神能够医治 神能够医治 但是有时候相信不了 没有那个真实情况 相信不了怎么办 所以 在四福音书里面 耶稣说 你们求 赐信心的主 赐给你们更多的信心 所以换句话说 有一个挣扎的部分 对不对 你挣扎 挣扎要信 挣扎要信 但是呢 有另外一个极端 第二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没有 没有 不是没有 是 我们能够医治 是信徒的 一个 正常 正常的信仰生活 是一定有这个医治的 对不对 我们也不可以这样说 有些人也这样说 这是另外一个极端 刚才我也说了嘛 圣经在 在圣经里面的那个医治 是怎样的医治 所以 这个方面来说呢 我们取得平衡 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经常这样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能够不能够说 我有信心 上帝会医治 我们其实不能这样说 对不对 因为你是谁啊 你都不知道神 神要医治不要医治是属于他 对不对 你不是那个医治者 对不对 你不是像耶稣基督这样 你不是正常 正常信仰生活 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有 都是属于你的医治 你不知道上帝的 所以你不可以说 我有信心一位医治 但是呢 我们能够这样说呢 我们也应该这样说呢 我们应该说 我要在我的信心上 学习 祷告 求神医治 因为神如果要 祂能够医治 对不对 我们应该这样祷告的 那为什么上帝要医治啊 如果说 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么多 对不对 我讲了这么多 各位有没有发现 神的属性是怎样 对祂有审判 但是祂 祂的喜悦在哪里 在摩西 在耶稣基督上 身上 祂的医治 对不对 然后为了什么呢 我们也知道 上帝的医治是超自然的 我们不能够说 我们可以医治 但是呢 上帝为什么要医治 为了要祝福人 给人体感到神 还有神的国 所以 随比圣徒清楚 来祷告叫人得医治 叫病得医治 所以比信徒更清楚 因为信徒有神 会明白神 还有明白神的心意 也明白福音 明白医治是跟福音有关系 叫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另外一句话来说 我们再读多一个经文 《马太福音》11章5节 就是 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洁净 龙子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如果看 病得医治 瞎眼 瘸子长大麻风 龙子听见 死人复活 最后最后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其实 如果我们注意一下 耶稣基督一致施工 都是跟传道一同发生的 传福音 神听过的好消息 传扬 都在一起的 这个我们要记住 所以 从神来的医治 是不可否认 但是医治 都跟福音有关系的 所以这两个 我一起讲 然后就完了 最后了 从神来的医治 是不可否认的 刚才我们在起英文的时候也读到 对不对 在使徒行传那里 连抵抗 这个使徒门的 他们的医治的人 都不可以说没有医治 因为他们亲眼看见 因为这是很明显的 如果是上帝的医治的话 是不可以否认 不可能凑巧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 医治了 人会怎样 过后的心就是慢慢冷 这个可能是凑巧的 可能是自己的免疫系统自己好起来 对不对 我们人都会这样说 其实我们信心摇动的时候 我们都会这样说 我们就是说 就算是不会心心摇动 我们如果正常要面对真理的时候 面对现实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 到底是还是不是 对不对 心里面都有实际的东西 这个东西产生 那怎么办 所以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不是这些实基督 我们所说的医治 是公 我们求恩 我们祷告神 我们能够做的 但是我们回到刚才我所说的 对不对 一切的医治 就算是间接靠医生 靠药物 靠手术的这些医治 还是上帝放在人心里面 智慧等等 对不对 抗体这些等等 都是上帝从生来的医治 It's divine healing anyway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 我们的确要得到一个确据 更重要呢 因为我们知道医治是跟神国有关系 跟福音有关系 对不对 跟这个好消息有关系 如果这个病得医治了过后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福音带出来 换一句话说 其实他也没有完完全的医治 他一定会因为他的病 甚至软弱 然后受伤 等等不开心的事 麻烦的事 对不对 只有福音能够完完全的医治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这两个是在一起 两个是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那时候呢 我们将人的得医治 因为你祷告了 得医治了 将人的得医治 跟神的爱连接起来 叫他跟神间接有关系 我们真的这样说 所以各位会发现了 有时候我们要先开口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开口 我们只是说 我们私底下为一个人祷告 但是你没有说出来 我为你得医治 我为你祷告 他好了 你就跟他说 我其实有为你祷告 好像有点迟了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你 你问 你这个心 传福音 问 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 对不对 Can I pray for you 对不对 我为你祷告 可以不可以 其实当然可以 但是你问是为什么 为了叫他确认 为了叫他能够跟神之间发生关系 这个步骤也不是制造出来的 这是因为人的心需要体感 对不对 刚才我说了 人的心真的是需要体感到 不然的话 真理多也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医治事工 还有在我们怎样的祷告 为什么这个 因为我们最近一直为 安娜基妹祷告 医治 然后其实我们 我也思考一下 其实耶稣是医治事工 然后我们要怎样祷告 为人的医治祷告 其实这个是好牧者会做的 神的心其实在这里的 也我们没有到最后 我们就是不断地祷告的 对不对 我们不是耶稣 我们祷告的 的确是在神的主权之下 但是 神的确能够医治 也正在医治 原来一切的医治都是属于神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事工上 我们在祷告上 我们在操练我们的信心 对不对 也是操练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过程 也会发现 你祷告的时候 这个信心 要有爱心 对不对 你没有爱心 没有怜悯 你这个祷告呢 那个求医呢 好像没有求这样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从耶稣基督的榜样里面 我们就学到这一些功课了 当愿神祝福我们 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对二波 全世界慢慢有这个新闻 或者是 我们这个地方好像越来越安全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很多的未知数 但是我们知道的 唯一知道的一个东西就是 需要医治 对不对 需要医治 需要医疗 人要快快好起来 因为现在还不是摩世 福音还是要传到底级 对不对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感谢主的话语 求主使用祢的话 放在我们的心中 叫我们蒙恩起来 求主亲自的安慰 亲自的祝福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我们不只是得到安慰 得到力量 我们自己也得到恩惠 我们自己也坚强起来 坚固起来 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 有看见的人 懂得征战 做出生活上的一个调整 成为更健康的 被神使用的人 主我们也为着 我们还在我们教会里面 有一些 还要继续恢复身体 医治的痊愈的人 我们要祷告 求主医治他们 为了安慰姐妹也继续不断地祷告 求主叫她 完完全地医治 甚至能够来到我们当中 恢复聚会 来祷告 我们这样交托 祷告奉取耶稣名 Amen